上晚时分我跟我朋友在这个越南沙巴 就是越南老街省下面一个镇上面 山里面这边都是小说民族居住的 我跟我朋友在这走走看看 这边已经到山谷了 朋友非常想到对面山上去看一看 然后他是大吉安岭那边的 吉林他说有机会可以去那边爬山更大 我是没去过 所以对山里的一切感到好奇也感到兴奋 但是这山对他们来说好像也不算什么 这边好像下不去还有一会人家 因为这已经到山谷里面了 但是我们也想在这附近看一下 是堵起来了不让随便下 因为这边还有点危险 三天都起雾了 现在下午五六点了五点半了 我们刚才走了那条路下不去 然后被人压惑人家的大栏拦到了 我们现在往这边走 看着这边云雾了爪的 好像这个什么小的阴暗 不知道能不能往里面进 所以我想去下面看一下 往这边走来了 我们想看看这边能不能下去 在山里面比较好 看着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周边都是只有有住户 已经把它拦下来的 不能往下面下 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下去 只能在这站这看一下吧 反正有些地方路很滑也很危险的 看上去 估计也下不去 哦 这种的庄稼地啊 种的庄稼地 下是能下 但是不太方便的 看一下 雨幕聊聊这个场景啊 雨米下面 非常美啊 那一直想到山 对面山上看一下 或者到峡谷看一下 结果来 我闯了一个医院里面 疗养院 这疗养院都是一山傍水的 很清静 鸟雨花香的 但是也不能走过去 或者很危险吧 这边医院另一个门关着了 这边关键是 你再过去 它都已经是荒地了 很荒凉的 这边还有个小道可以往前走 但是好像也都挺危险的 哦 篮球场在这里啊 我们看到了 这一个篮球场 但是 哦 哦 找这树林没找到 往下 然后我这朋友一起吃饭 这本来是早餐店 人家都不做晚饭的 我们俩 最后要让 做的相当有美感 还 这个比较好看 对啊 还有食欲 我们到这个 吃完东西 然后走到这 散一下步 就回去了 这是后山住 这是个篮球场的 山里面的孩子也挺幸福的 后面云雾缭绕的 这半晚时分呢 都有点冷 晚上不用开空调 住的羊台这里 住的房间还挺好的 这边 很凉爽 很冷 这时候 山里面是 这个时候外面下雨了 我在羊台上 门 门 门口就是万丈深渊的 基本上 我在这 还在这操作了电脑 但是 只有我一个人 还有茶 我感觉 还行吗 还想找个人聊聊故事 下雨了都已经 可能明天都要离开这里了 我那个朋友 也说要离开这里 但是我都舍不得有点 因为 很喜欢这种环境呢 它又很 很治愈 这种 雨天 清洁的声音 大家可以清晓 多美 后面就是万丈深渊 也是一个山谷 在这儿 听着雨声很治愈 等下 感谢观看